要很诚恳的了解这块土地的真相 我们才能够达到和解 那划设原住民传统领域 就是在了解这块土地的真相 请问一下 你们现在所占的这块土地的真相 是什么 这块土地在还没有 派人来到这个地方之前 他是什么民族的 什么族群的人在这边生活 在这边发展 你们需不需要知道 那过去有命名这个地方 叫做凯达格兰大道 那一个是一个最基本的 让大家知道你们脚踩的这块土地 是哪一个族群的土地 住在花莲的人 住在台东的人 住在任何地方 他们需不需要知道这个地方是哪一个族群的传统土地 你如果住在花莲 不知道哪个是萨吉拉雅的传统土地 那你怎么可能跟花莲这块土地好好的和平的相处 那所以画设传统领域很重要的就是要顺重原住民 让他们能够说出这块土地的真相 那各位晓得 我们要让一个人说出真相 那就要营造一个说出真相的一个好的条件跟环境 那我们在让原住民说出传统领域真相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来到来自这个主流汉人社会有一个误解 以为原住民说出这个土地的真相之后 要把汉人赶走 要把汉人的土地抢回去 所以就造成了一种疑虑 那在原住民过去争取恢复传统领域的过程当中 遇到这些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时候 那原住民希望说能够跟政府好好的谈 我们怎么样子来让我们好好的说出真相 那传统领域的画设 画设的意思就是在一个空间的范围里面画设 就好像你在这边画一个农业区 商业区工业区 这一个空间的范围的画设不涉及土地权利 没有土地产权的移转的问题 让原住民说话的时候不用担心吓到汉人 让他们能够很自由自在的说这块土地的真相 那这个问题呢在过去已经处理过 所以目前的这个传统领域的画设 它是不涉及土地产权 那唯一会涉及的是说 如果画了这个传统领域的范围之后呢 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的行为如果有严重 是大家协商说会严重冲击到原住民未来的生存发展的权利 所以要列入到部落行使同意权的范围 一般的私人土地的利用 市农工商农林漁业 农林漁木 盖房子修缮 这些土地的使用是完全不会放在这个项目里面 可是在定这个传统领化设办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政府后面这个参与文执政团队 迫不及待的要来破坏总统的这个真相与和解的过程 他要让原住民不能够说出土地真相 他去定义传统领域说 传统领域只限于公有地 那这个背后的理由是说 如果把石油土地画进来的话 会破坏 会伤害到石油土地的产权 如果化进来的话 所有的私人土地的利用 都要受到原住民的控制 都要经过原住民的同意 这是谎言 这是假议题 那我现在问 为什么这个执政团队 他要这样子去伤害他自己的总统 要去破坏自己的总统的承诺 要去阻止原住民说出真相 要用这个假议题 来阻挡原住民说出他的真相 我们高度的怀疑 他不是为了社会大众族群和解 为了这块土地的永续发展 他的背后 有一些少数人 少数人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不惜挑拨 破坏 我们原住民跟这块土地的和解 跟这个土地上面的人民和解 不惜去牺牲 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永续发展 所以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是要求 行政团队 把这个违法的 把这个破坏 阻止原住民说出真相的 这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 其实违法跟母法 冲突 是本来就是无效的 那但是用一个 一个骗数 诈数 一个假理由 一个假议题 要来让原住民跟这个社会大众吞下 那所以 我们要求 行政团队 蔡英文行政团队 你要对得起 你的总统 你是总统任命的 你要维护总统的诺言 总统的寻求真相与和解的承诺 把这个划算办法撤回修正 如果行政团队不撤回修正 立法委员 也应该本着职权 把这个违反母法的办法 不予被查 要退回修正 我们好好的来谈 该怎么做 有任何的疑虑 过去已经处理的 但是你隐瞒不对社会大众讲 挑起社会大众的 这样的一个疑虑 跟分乱 那应该是将来 其实不久的将来 你这个执政团队 不但要向这个总统负责 而且呢 会在未来的选举里面 会受到人民的唾弃 因为你伤害的不是原住民啊 是台湾这块土地 是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 那我们最后就要再讲 你去在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的定义上面去区分工友私有 你的划设程序去区分 这个是哪一个县市乡镇 无论是工友私有 县市乡镇行政区 这个都是后来的事情 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是先于国家存在的 所以没有这个什么公私有土地 这是哪一个县市乡镇的 那你划设程序 都完全建立在这个 错误的一个出发点上面 那目的就是要摧毁 蔡英文总统的若元 就是要破坏这个土地的永续发展 所以我们要求退回修正 谢谢